一个民族的文化 往往凝聚着这个民族 对世界和生命的历史认知 和现实感受 也往往激奠着 这个民族最深层的精神追求 和行为准则 人类历史发展的过程 就是各种文明 不断交流 融合 创新的过程 人类历史上各种文明 都以各自的独特方式 为人类进步 做出了贡献 文明多样性 是人类社会的客观现实 是当今世界的基本特征 也是人类进步的重要动力 历史经验表明 在人类文明交流的过程中 不仅需要克服自然的屏障和隔阂 而才需要超越思想的障碍和属辅 更需要克服行行实实的偏见和误解 意识形态 社会制度 发展模式的差异 不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的障碍 更不能成为相互对抗的理由 我们应该积极维护世界多样性 推动不同文明的对话和交融 相互借鉴 而不是相互排斥 使人类更加和睦 幸福 让世界更加丰富多彩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文化 教育 和青年交流 使中美两国人民 增进相互了解和友谊的重要桥梁 也是推动 中美关系 健康稳定发展的重要力量 耶路大学 使中美教育合作的先行者 和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 156年前 一位名叫荣宏的中国青年 走进了耶路大学的校园 四年后 他以优异的成绩 获得了文学士学位 成为毕业于美国大学的 第一个中国留学生 此后 一批 又一批中国青年 来到 耶路大学求学 仅二十年来 耶路大学吸引了 四千多名 中国留学人员 同中国文化界 科技界 教育界的合作项目 超过八十个 去年夏天 耶路大学派遣 首批学生到中国实习 其中一些人 成为中国故宫不愿的 第一批 外国实习生 借此机会 我对来文校长 和耶路大学 为增进中美两国人民的交流 所做的积极努力 表示赞赏 为增进中美两国青年 以及教育界的相互了解 在这里 我高兴地宣布 中方决定邀请 一百名 耶路大学的师生 今年夏天 访问中国 我相信 你们的访问 将会是一次 十分愉快的经历 女士们 先生们 朋友们 长江后浪推前浪 世上 新人欢旧人 青年人 是世界的希望和未来 青年人 有着蓬勃相上的 生命活力 和无穷的创造力 我衷心的希望 中美两国青年 携起手来 以实际行动 促进中美两国人民友好 同世界各国人民一道 共创世界美好的明天 谢谢各位 谢谢各位 谢谢大家